屏東縣政府進行廢食用油流向雞茶 雞茶小組選了兩家營養午餐供應商 而兩家的作業都符合標準 不過業者表示 之前的廢食用油 就是由郭烈城上游胡信德來收購 一桶200元 沒想到最後是被拿去做成了搜水油 忙完中午餐盒 位在屏東的營養午餐業者環境已經打掃乾淨 屏東縣政府來擠茶被食用油流向 業者把剩餘的食用油集中在鍋裡 依規定回收 不過業者也說 之前的回收商就是郭烈城的上游胡信德 胡信德被查獲後少了回收管道 業者目前先餐在收水裡 一併賣給畜牧業 另外一家業者同樣由胡信德回收廢食用油 業者拿出單據 回收一桶可賣200元 但是胡信德向他們表示 是要拿去做生殖柴油和肥皂 沒想到被騙 他是說他要去加工過來 說要做什麼生殖柴油 他沒有跟你說加工做什麼油 現在政府考慮把廢食用油回收交給資源回收車執行 業者表示支持 也希望政府明確管制 不要再讓黑心業者有機可乘 記者王界村屏東報導 記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